今天在大南町大董事官中心的行动 设计是正式可用了 设计里面会有3万块本的借 不过民众一年四季 都可以来跟大董事官找出来看 这是订公司跟大董事官作合作的选择 也有这些身心的礼品来到三岗完成 未来在大南町的国立 六少爷的国家看出的店 民众可以观察来和立办公室 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资本 大南町大董事官 今天生理大董事官已经行动载轨 让民众可以来这些自由体制来看 大董事官为了要庆祝这南町的日子 特别邀请浪塞和大董事官的学生来表演 让现场的气氛是非常劳的 小董事官采取在我们叫做座廊当中 我们采取自由式的开放式的 24点前来都是自由的 让我们要看一看的朋友 这些无论小孩还是大人 你们都会很容易接受就切 切切你们可以拿回家看 最只要我们将这个苏香文化来传统 传播这样子 大董事官员的新姻已经表示 行动载轨可以顺利完事 很感谢丁公室和你面前三天 尤其由当中的特别助理 张晓清和当人 四处去目指才会找回家 载轨也都是地坑关心 才让行动载轨更加环境 之所以成立这个行动书柜 我们最主要我们遇到的瓶颈就是 我们需要国家的二手书 我们去到草莲去帮回家 去到文化中心帮到旧的沙发 我们最近也要去文化中心 再去帮到 更多的载轨回家 要打造一个我们要求的行动书柜 未来我们需要差不多三万分的载 才有办法让行动书柜的载轨来正常流通 本来外团中心会发留在头 但是里面也很立心提供採光照 也有很多志工来这里到三天 让你们能够收拾来这里看 从生立一个行动书柜后 可以让老板要做的人 有一个地方好观摩后 再来继续延续到我们的行动书柜 让我们的鞋子有处理在这里看 我们的行动书柜就能随时来帮都可以 未来行动车轨的一站 又一站放在导臨的每一日 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处理的处理 也让大朋友小朋友够一个空间来看 接下来林俊宏 蔡翁报道